大家好,我是小花,欢迎来到游玩新花样新的一集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游戏是猪仙2 如果你还没有帮我订阅频道的话,快帮我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猪仙2是由完美世界游戏开发的多平台新派幻想仙侠MMORPG的新作 游戏以猪仙原著为蓝图,突破传统的仙门设定 构筑了一个原著千年之后的仙侠世界 其友们可以自由地遇见七层云六镜之间 突破天空与海洋的物理界限 前往视剧内可见的所有场景 战斗与战斗力不再是唯一的追求 其友们可自由选择多种独暗的修行玩法 拆衣,练宝 战斗都有不同成长路线和评价体系 兽竹,骄人,神艺等多种族共赴仙剑 捏脸捏耳,满足一切想象 猪仙2是一款拥有78种游戏专利的游戏 其外观裁剪系统更是直接超越了所有暖暖游戏 在游戏中,我们实现了每件衣服轻轻一化 即可随心裁剪的功能 让衣装设计真正做到随心所运 同时,每个发型都配备了四种剪发手法 和六个以上的分区 让玩家能够像专业的Tony老师一样 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发型 可以说猪仙2在外观系统上 真正做到了市面上最无极合的旗舰品质 但我们注意到许多武侠MMO倾向于 无脑放大BOSS人物 无论出于游戏性 观赏性还是其他的考量 这种做法往往让玩家无法产生带路感 而在猪仙2中 我们为玩家呈现真正的史诗级巨兽战斗 从灯海流波到北京遗迹 从雪佛秘境到中原洞府 先我们将能亲自与移山天海的BOSS作战 体验真正的仙法相腰抚摸 荡敌死海 猪仙2以其逆行的行业养成模式 向所有MMO的游戏生态发出挑战 该游戏独創的三线自由交易体系 为玩家打造了一个独特的舒适区 使得万物流通皆可自由交易 不仅如此 在猪仙2中 选择学院不再仅仅意味着选择副职业 而是成为了主职业 让玩家能够真真正的为不可或缺的角色 参与到这个世界的生态与需求循环中去 从而从拼战力的泥潭中解放出来 2020年的鲜想手游市场可谓是万籁巨借万马其印 纵观当前众多的鲜想手游 无意能真正代表这个时代鲜想手游的水准 那么要么已成昨日黄花 画面秉执肉于时代 要么从一开始就抱着 骗一拨钱就跑的心态 要么背离初心 万把他人却毫无鲜想运违 将自家的IP粉丝与情怀置自不顾 那什么叫做鲜侠旗舰手游呢 与武侠的拳脚功夫不同 鲜侠的战斗必然升级到更高维度的仙法对决 作为驻仙系列的新旗舰手游 驻仙2独创了超感官擬真仙法战斗系统 在这个游戏中 我们可以运用仙术造成肉眼可见的物理改变 角色与环境之间 有着动态演绎的物理接触反馈 真正突破你的想象极限 比如鬼玩确实能力转重力 轻云真的能做到暂停时间 神剑欲雷 真觉更是能改变天系 这些独有的仙法战斗 不再仅仅是数值的反馈和视觉光效的堆切 而是真正让你掌控自然 把握时间 实现来去自如的仙境体验 诸心二手游千年之月的付费测试将于8月8日正式开启 你会和我一样期待工作上市的时间吗 我是小花 今天的游玩新花样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在说明当中找到我的DC链接 加入DC 每天在线上跟我一起共襄盛举吧